文部長 還有愛家王岳 詩雲 還有這邊非常多 我非常仰慕的電影工作者 以及在場的貴賓媒體女士先生 還有我們的影迷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晚安 其實我個人也覺得金馬五十才剛剛過去 馬上五一的金馬影展又開幕 時間過得很快 可是這一年中間我看到非常多的電影工作者 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 而且有非常多好的一些創作 當然台北市政府我們有一個電影委員會 我們全力的協助大家在台北拍片 甚至我們希望透過拍片 不僅讓一些新樂導演 有一個展現他才華的空間 演員有一個表現的空間 更重要 台北市政府是希望透過大家的影片 故事真正能夠行銷台北 行銷台灣 尤其今年的首映 詩緣拍的極光之愛 對我個人來講也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國雄雄是我的好朋友 我非常喜歡看他的所有他的製作的一些戲劇或者影片 甚至我還記得我最早注意到他是他在演摩登保鏢 而詩緣是我的同事 他在台北市政府做了接近一年的工作 表現也非常優異 只是我現在發現他這麼快就把這個影片拍出來 不曉得有沒有善用我們在市政府的時間 從事影片的創作 不過這也是台北市行銷的一部分 我可以接受 而且也值得鼓勵 再一次 就是我覺得金馬影展已經變成 不只是台灣很重要 華人圈很重要 而且是最具有公信力的一個影展 透過這個影展 我們能夠發掘出好的影片 好的導演 好的演員 讓大家得到一些鼓勵 得到一些支持 讓整個電影事業能夠發展下去 電影產業能夠發展 當然透過這些發展 我們的台灣我們的台北 才能夠做好最好的行銷 所以謝謝大家在台北辦 我也希望以後都在台北辦 掌聲鼓勵